字幕提供 BiPhone 哈囉大家好 我是魏紫淵 話說的 4月底才剛從日本回來 這次去也算是收穫滿滿 包含到日本的髮廊的體驗 也到了Grimmouse的工廠 去了解如何磨剪刀 除了這個之外 這一次收穫最滿的 是我拿到兩把刀可以去做體驗 也就是我手頭上的這兩把刀 那這兩把刀為什麼要特別拿出來說呢 因為這是我看過唯一特別 針對手把所設計的剪刀 那與其說是一個新的系列 不如說是WiMouse打造出 針對髮型師的一些痛點 所設計出來的手把 這個手把是我第一次看過 那我要想講解一下 這個手把特別的地方在於說 我們一般拿剪刀最大的痛點 除了這個剪刀的力度以及功能性之外 其實大家最忽略就是這個手把 其實我自己在挑剪刀的時候 我是非常重視手把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認為一把好的剪刀 除了要能夠剪頭髮之外 對於手指跟手腕的保護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這一把剪刀特別的地方就在於 我特別找兩把其實是可以說是一模一樣的剪刀 頭段這個地方是一個是有上氣一個是沒上氣的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後面這個屁股這個地方 MAT系列的就是因為它已經是不抬肩設計 就是你當你在拿剪刀的時候 你是可以很平的 你不會是這樣子或者是你必須要肩膀抬得很起來 你才有辦法把這個剪刀拿得很好 但你不需要因為它這邊有這個人體工學的設計 所以當你在拿這個剪刀的時候你是非常非常平的 這個已經很好了 但這邊為了人體工學為了重量 所以它還是設計的比較薄 那你們看這一把這一把 它這個地方都設計的比較厚 所以當你在握持的時候除了它一樣有人體工學之外 它的這個尤其是無名指勾的這個地方 它的這個支撐度是前所未有的 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小拇指放置這個地方也是非常的厚 但你會說這個後一定大家都做出來 為什麼沒有人做 其實很簡單 因為做完重量就會變很重 很重這個剪刀它就不是一個對手腕很友善的剪刀 那它們特別各位看特別在裡面做鏤空設計 這一個的工藝難度是我沒有見過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見過 我沒有見過 而且它是不是只有一個 它是兩邊都有做這種鏤空的設計 那這個鏤空的設計它可以讓這一把剪刀 它在握持的時候是非常輕的 非常輕的 這個一樣是雖然這個是5.5吋 這個是6吋 但是你會明顯感覺到6吋 它是有重量感的 但是尺寸有差別 但這個它你一拿起來 它就是哇 跟那個拿一把4.5吋的短刀 沒有什麼兩樣了 所以這個真的是一個我覺得很跨時代的設計 那我這一次拿到了兩把 真的很幸運 我拿到一把5.5吋的 這個其實就是Math系列的剪刀 基本上長得一模一樣 那它們其實有一把剪刀是秘密生長的 但它們說因為賺出來的價錢 可能一把要15萬日幣 他們覺得可能就做起來當紀念好了 就是因為這把剛才也很特別 就是這把7吋的 老實說我覺得 5吋6吋鏤空設計有幫助 就是你拿起來就像4.5吋的剪刀 所以你的手腕會很輕盈 我跟你講7吋真的差很多 7吋因為一般的7吋刀 為了要讓剪刀輕盈 所以他們會在這個剪刀的這個 把它變得很薄 因為難免的 因為你希望剪刀輕盈 可是這個沒有 它一樣是厚的 一樣是厚的 然後這個後面做鏤空 所以你在拿起來的時候 第一個 它的那個手腕的人體工學設計 會讓你在拿這把剪刀的時候 支撐點非常夠 非常夠 後面這個地方真的做超大的 然後做這麼大還可以這麼輕 我就覺得這把7吋刀用起來 我就覺得像6吋的重量 所以真的很感謝兩位社長 Shin跟Azushi 這兩位社長把這把刀交到我手上 然後接下來我要聊另外一個問題是 我在買剪刀的時候 我的選擇到是什麼 我在這邊一定要很認真的跟各位講 就是你們買剪刀 千萬不要以外型 但老實說我也會 這個很帥 我就想要用這個剪刀 但老實說 這是一個非常不專業的選擇方法 我的意思是說 就好像我現在手上這兩把 一把是MAT有上漆的 一把是MAT沒有上漆的 那這兩把刀 其實基本上 我們在剪的過程當中 它是不同感受的 這一個是有上漆的 所以它基本上會比較厚 所以當你剪下去的時候 你相對要用的力度 跟手感會很不一樣 它會有點像是 你很清楚知道你在剪的頭髮的各個位置 所以我們俗稱這個叫做剪刀 那你說剪刀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其實它沒有一個絕對值 但你會知道說這個是有剪刀的剪刀 但它就是帥 因為它是灰色的 但老實說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 應該會沒那麼喜歡這種手感的 但大家會被它的外型所吸引 所以我在這邊 再次想想 我以前也會有這個迷思 所以我一定要跟你們講 就是選剪刀 不要以是不是黑色 或者是這個剪刀帥不上為基準 你應該去思考的是 你剪下去到底哪一個是你喜歡的手感 外型是一個點 然後再來就是 你的功能是不是滿足你所要的 你理不理解你的每一把刀 給你的感受是什麼 例如說最簡單的平剪刀 就是我們做切割 滑剪刀就是做滑剪 打包刀就是做調量 那短刀幹嘛用的 短刀它又離你的手比較近 所以它比較有控制力 那長刀相對來說 對於你在剪長髮 或者是你希望能夠大面積的剪裁 它可以加快你的速度 這些都是長刀的優勢 那老實說 其實這個剪的感受會很不一樣 當你用短刀的時候 相對你的剪裁就會比較細緻 因為每一個分區你要特別注意 當你用長刀的時候 因為它的面積比較大 所以相對來說 你對於每一個分區的細膩度 一定沒有短刀來的好 但是沒有絕對 但是我要講的是 你在買剪刀的時候 你應該要很清楚知道你要什麼 如果你不清楚知道 你可以建議廠商到沙龍去 讓你們去做體驗 剪刀一定要體驗 那剪刀也一定要去理解 每一把剪刀的優勢在哪裡 我會有這麼深的感覺 是因為我這次去了日本 然後感受到 我問了很多兩位社長 很多專業的問題 那他們給我的答覆都是 他們是為了不同設計師 不同髮型 不同的功能性 所設計出來的 老實說你自己去看 因為GREEMOUSE真的也不是那種 百年50年60年的工藝大廠 他們也就是這二三十年 所產生出來的新品牌 那這些新品牌 老實說做一兩把剪刀兩三把 已經是很了不起了 他們是一次做十幾把 而且還有寵物跟美髮系列的 你就可以知道他們對於 剪刀的工藝是非常用心的 接下來呢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這一次去日本 訪問了兩位社長 以及就是另外一個品牌 叫做WINS的SHOCK 然後我們三個一起做一些訪談 然後問他一些有關於 剪刀品牌的問題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囉 我們在評價осfté 祟倣以為最低限の種類 我想要 首先,在国上,人的骨骼和髋的骨骼和髋的質疑 也有不同的髋的髋的髋 所以,在美国上,有些髋的髋的髋型 在日本的M–SUSD上方有短短跡的TENCARD 但是最�나 vibes的TENCinCat 我今天所印的MIT上方的TENCARD MIT上方有的TENCARD MIT上方的TENCARD 我現在用的TENCARD MIT上方的TENCARD 材料是好看待得到的程度 刃材是硬的 它的特徴是 耐摩耗性 切成時的持久性 如何長く切斜力能持久的效果 是良い材料是長的 要求持續力、或者是用品的材料 要求持續力、要求材料選擇 這條件是很重要的,剛才說過的 持續性、持續性、持續性、優れている材料 使用品更加,這些部品、ネジ、這些細部品 所以我都選擇了一把剪刀 那最後呢 我還是不免俗的跟大家唠叨一下 就是一把剪刀 我覺得除了好看 了解功能之外 會不會用也很重要 老實說 我們真的很常接受到 就是MAD系列的一些問題 大家對於剪刀的持刀 以及剪下去的方法 其實都有很多問題 我們再一次講解 就是一把好的剪刀 他的人體功學應該要設計的很完美 那我們用無名指進去 小拇指勾著 中指放上去之後 食指向前 然後你的大拇指放在側邊 然後讓他形成是一個 向前的一個角度 然後我們再把他放到胸前 那大家注意我們在剪的過程當中 不是這樣剪 因為你這樣剪 你的下刀力度會是大拇指往下壓 那你這個剪刀兩個狀況 一個就是會 磨合點不是在一個正確的位置 第二個就是剪刀會容易受傷 所以我們會建議你在剪的過程當中 應該是 有點這樣子收刀的感覺 你會很清楚知道 每一個位置的剪材 那老實說 我覺得能夠 收到Grimos這次的邀請 真的很榮幸 能夠到工廠去真的了解 看到他們磨的每一把剪刀 磨的每一個工藝 然後他們對於剪刀的熱愛 他們可能不是那種大廠 然後很漂亮 其實一點都不漂亮 它就是一個很傳統的工廠 但也就是這樣子 你可以感受到磨刀師傅 以及老闆對於剪刀的熱情 然後他們就是一個人在那邊磨 然後去修正 他聽到你對於剪刀的問題 他馬上就拿起來說好我調整 就是剪刀不會說百分之百沒有問題 因為他是手工剪刀 所以你有任何問題你買了 你可以跟廠商反應 可以請他們再去調整到最好的狀況 Grimos的產生就是他們希望打造出一個系列 是可以滿足所有髮型師的剪刀 那我很欣賞這個廠牌 你會發現到我現在所有剪刀都用Grimos 雖然我們是有商業合作 但這個剪刀我真的用很久了 我真的很喜歡 推薦給各位 那如果你們對於今天這些剪刀 尤其是Grimos的剪刀 有興趣的話 下方資訊欄都有連結 以及都可以使用我的折扣碼 Science Card Lab 都會有九折的優惠 那這裡是科學剪法實驗室 我是魏子淵 我們就下集見囉 掰掰 我們就下集見了 我們就下集結束了 我們就來個個洞